同学们 我们今天讲交通新圣纪的代表方 焦泰丸 首先我们谈一谈方明的由来 明代的医学家韩茂 精于义 他观一约天一第二 天三第四 天五第六 天七第八 天九第十 从而悟到了 黄连苦寒入少阴心经 肉贵心热入少阴肾经 取肉贵一钱 以应千一之数 取黄连六前 以应第六之数 亦在千一生水 第六成之 亦改匹挂为太 名曰 焦泰丸 焦泰丸 由黄连五前 肉贵五分组成 现代所著的许多方书之中 多称本方原字 韩世一通 但韩世在原书中 只是提到了 黄连为君 作官贵少许 兼百费 入密 空心服 能使心肾 焦于秦克 并无焦泰丸之方明 首先提及焦泰丸 这一方明的 当推金元时期的 李东远 明确提出 黄连肉贵同用 至心肾不焦 明焦泰丸者 则是清代的 王世雄 他在四科简要方 安神篇中说 生 穿连五前 肉贵心 五分 颜细 白蜜丸 空心 淡言汤下 至心肾不焦 争宠 无媚 名曰 焦泰丸 焦泰丸 主治 心火偏抗 心肾不焦正 正见 争宠不宁 或夜魅不安 口舌生疮等证 下面我们分析一下本方的政治激励 心为阳 属火 居上焦 肾为阴 属水 居下焦 两脏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 必须相互交通 革制舆论说 人者有生 心为火居上 甚为水居下 水能生 而火有降 一生一降 无有穷似 故 生亦存焰 心阳下降 而焦于肾阴 肾阴上升 而寄于心阳 从而使心肾两脏的阴阳 水火 升降关系 处于平衡 相继 协调的状态 如果心肾不焦 就会出现 心火偏抗 豪商阴血之争 理解了焦台湾的政治激励 下面我们通过其并级特点 认识其功用 交通心肾 已知心火抗肾 肾阳不足 可导致心肾不焦 欲使心肾相焦 就必须既清心火 以使心火下降 又当扶住肾阳 以鼓舞肾水上乘 只有水火相继 才能心肾相焦 正如 肾斋遗书所说 欲不心者 须食肾 使肾得生 欲不肾者 须宁心 使心得降 乃 乃交通心肾之法也 下面根据公用 按照君臣佐矢的原则 解析方药配武 君以黄连 普寒清泻心火 使心火不亢 而能下焦于肾 左以肉贵 心大热 温肾那气 引火归远 使黄连 寒而不饿 肉贵 温而不糟 为左使之药 全方配武 泄火而不凉饿 温燥而不祝火 心肾相焦 天地交态 上下交通 下面我们了解一下 本方的临床运用 我们举一个例子 比如治疗失眠 治疗神经光能症 可以用黄连 肉贵 各等份 或者黄连十份 肉贵一份 盐墨和云 装胶囊 每个胶囊 重0.3克 每伏4例 睡前半小时服用 最后强调一下 本节课的学习重点 胶态丸的组成 组织 公用 方译 布置一下 课后练习题 大家下去检索一下 胶态丸的相关文献 及临床研究 这节课 我们就讲到这里